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股市节目 今天我们要聚焦日本股市 这个市场在面对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下 经历了一番惊心动魄的波动 周一 尽管日经指数最初一度骤降超过3% 但随着交易的推进 市场却展现出惊人的回升潜力 最终仅小幅下跌 这一切都是因为美国最新的就业数据未达一期 引发了市场对未来经济的担忧 专家指出 日本的科技股表现不佳 尤其是东京电子和Adventist 这让投资者的信心受到考验 随着美联储即将召开会议 市场的不稳定性无疑将持续 除此之外 美国还将印度纳入全球半导体联盟 这一举措可能会影响未来的科技供应链 让我们拭目以待 想知道更多市场的深度分析和未来走势吗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大家好 欢迎收看华尔街股市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分析一篇来自Nike Aza的报道 探讨日本股市在美国经济担忧背景下的动荡情况 并从不同角度分析这其中的复杂因素 首先 我们来看看报道的细节 文章讲述了日本基准股指在周一的交易情况 尽管最终收盘时略微下跌了0.48% 即175.72点至36215.75点 但这中间经历了显著的波动 早盘时该指数一度下滑了3%以上 约1143.6点 这种波动与对美国经济前景的忧虑密切相关 尤其是在上周五美国混合的就业数据公布后 根据文章的描述 美国8月份飞农就业人数 仅增加了14万2000个 远低于市场预期的16万个 尽管失业率有所下降 从7月的4.3%降至4.2% 但市场仍然感到不安 因为这些数据显现出 美国经济增长动能减弱 大核证券的美日股票首席策略师 平景玉吴对此表示 美联储可能需要采取货币宽松政策来应对这种局面 接着文章提到 日本股市在下午交易中有所回升 这与美国股指期货的上涨 和日元升值放缓有关 特定的科技股 如东京电子和Adventist 尽管早盘大幅下跌 但最终分别收跌2.27%和0.65% 这反映出投资者情绪的逐步恢复 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同样成为焦点 上周五日元对美元达到了一个月来的高点142.06 而在周一下午回落至142.85 日元的强势通常不利于日本出口商 因为这会使他们的产品在海外市场变贵 并且在转换为日元时减少回流利润 瑞税证券的高级技术分析师三浦玉贵 在文章中指出 日本股市受到了美国股市和货币波动的双重影响 他预期 由于包括美联储会议在内的重大事件 这一周和下周的市场将会出现不稳定的波动 日本银行的货币政策会在下周召开会议 市场密切关注其对通胀和经济前景的态度 文章提到 日本银行行长尚田和夫曾表示 尽管市场对其货币政策的期望有变 但他们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 将根据对经济实现稳定2%通胀的信心 来调整货币政策 接下来让我们从几个角度深入分析这些信息 首先 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来看 美国经济数据的不确定性 对全球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其就业数据直接影响市场对经济增长 和货币政策的预期 这次非农就业数据的低于预期 尽管失业率略有下降 但市场仍然担心美国经济的潜在放缓 这种不确定性传导到全球市场 特别是对于美国经济联系紧密的国家 如日本 其股市自然会受到波及 其次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 美联储和日本银行的未来动向 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上周五的数据 加剧了市场 对美联储可能采取货币宽松政策的预期 这在短期内或许会提振股市 但也反映出对经济增速放缓的担忧 日本银行的政策会议同样重要 市场希望从中找到更多 关于货币政策调整的信息 尤其是在全球通胀压力背景下 日本银行如何应对 将直接影响投资者信息 第三 从投资者心理的角度来看 金融市场对不确定性的反应往往过度 早盘日本股市的剧烈下跌 部分反映了投资者对美国经济数据的过度反应 大和证券的策略师平景欲无提到 市场不需要如此强烈的反应 这意味着 投资者有时会放大风险 导致市场短期内的高波动 然而 下午的市场回升 显示了投资者情绪的逐步恢复 或许市场在消化了初步的恐慌后 更加理性地评估了风险和前景 最后 从市场技术角度来看 日元汇率的波动对日本股市的影响不可忽视 日元升值通常会对出口导向型的日本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因为这会使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变得更贵 文章中提到的日元对美元汇率的波动 反映了市场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反应 因此 投资者需要密切关注汇率变化 并调整投资策略 以应对潜在的风险和机会 通过以上多角度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日本股市在美国经济担忧背景下的回稳 并不仅仅是市场的短期反应 而是受到多重复杂因素的综合影响 在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 投资者需要更加谨慎地评估市场信息 灵活调整投资策略 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 感谢收看华尔街股市 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日本股市在美国经济担忧中回稳 这正是投资者应该保持镇静的原因 看看日经指数 早盘跌了超过3% 但随后又回升 这就像是坐过山车一样 最后买票的人还是成功抵达终点 这说明市场对于美国经济的担忧 有点严过其时 美国的就业数据虽然不如预期 但失业率还是下降了 这根本不是世界末日 况且美联储可能会因此进一步货币宽松 这对市场是个好消息 楚天书 你说的真是像在看夺命连环扣一样刺激啊 日本股市回稳 这根本是短暂的喘息 你看 美国股市一个小风吹过来 日本股市就像秋天的落叶一样飘了三圈 美国的就业数据低于预期 这不是小事 这是全球经济的风向标 就像你在国庆节放烟花 不小心打破了邻居的窗户 结果是谁都不高兴 日本的科技股也跟着一起跳崖 就说明投资者对前景很不看好啊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